你好 祝你有美好的一天 这就是频道Celebrity News Today 247 这是今天的新闻 张子峰被嫌弃 张子峰在向往的生活里的表现 很多人表示太差劲了 本来这就是一档慢综艺 子峰的性格根本就不适合这种综艺 虽然对他说挺舒服的 但是在观众眼里就是无趣了这种 综艺对明星来说要么他们很会干活 要么有才 要么会聊天 这样来看才是比较有趣的什么都 有的话就真的别接了吧 不过之前吵吵闹闹很 活跃气氛的大华又被骂太果火 所以对很多官 来说想彭玉唱那样的性格就恰到好处 本来张 风口碑很好的 这个综艺暴露了他的性格短板 给他招了不少黑 他参加这个综艺简直的不长 赵丽颖气质被吊打 赵丽颖最近和李冰冰合拍 一组时尚大片 其中有一个动途争议比较大 动 李他们二人同时回头 可以很明显发现赵丽颖 气场远不如李冰冰网友们更是评论说这就是 花和小花的区别虽然这两人气质不同 但是各 歌的特色 李冰冰就很适合拍这种有质感的大 因为他很有气质而赵丽颖一直都是清新可爱 风格 有点难嫁与这种大片之前这两人就互动 他们是合伙人的关系果然没有婚姻牵绊的照 颖要开始打拼事业了 文奇口碑两极分化 文奇 新剧播出后口碑两极分化 觉得不好看的哪里 有问题 觉得好看的就一直在夸其中被讨论的 多的就是文奇的演技问题了 文奇的脸放大赢 上还是比较适合的 他的长相也比较有故事感 屏幕能放大他的故事感然而放在剧中就不是 我一回事了 有网友觉得电视剧里的他的颜值 这太拉跨了 明显没有其他零零花好看 而且get不到他 演技 认为文奇是被高估了 其实适合演电影的 原去演电视剧的话往往不太适合 换一下也一 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比较合适 文奇现在还年 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还不一定呢 肖战被压番 站在新剧王牌部队里是二番 一番是黄景瑜 在 之前 肖战粉丝就因为番位问题开战了吵到罪 就说看剧方的安排 没想到番位出来了肖战争 是二番这让不少人为肖战抱不平 认为黄景瑜 是资源咖 所以肖战被压番被欺负了 但是按照 请走向来看 肖战饰演的角色并没有和女主在 起 一般国产剧里大部分和女主在一起的都是 主这样来看好像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还有粉丝 要按国民度来排番位 肖战的名记比黄景瑜大 管怎么说 黄景瑜这几年一直被政剧圈青睐 因 圈里很少有硬汉小生形象 如果因为肖战粉丝 就改番位的话那才是不合理吧